台中市太平投遍山区有百幅吊桥 还有蝙蝠洞等景点是民众运动休闲的好去处 但近期却有民众发现蝙蝠洞的公厕设在桥下旁边 但周边却没有相关的指引 很多人找不到公厕 只好跟附近的居民借用厕所 让住户不堪其绕 对此官旅局强调会加强景点统整规划 也会通知区公所尽速地完成公厕指引 延延夏日不少人都会往山区走 体感温度瞬间降时度 太平投遍山区 暑假期间尽管是平日 也会看到游客身影 但却有民众反应 想上厕所却找不到公厕 当地居民也抱怨 甚至会有游客跑来借厕所 真的是很困扰 因为明明在景点蝙蝠洞一旁的桥下 就有设置公共厕所 以前的 以前的 以前我们像本厕家 那是公厕应该给民众使用 没有标示 游客一下车就要找厕所 不然单位 赶快指示法要把它收起来 公厕就盖在桥下方 不仔细看还真的容易被忽略 官员局低时间也强调 登山步道的入口处 有设置周边设施跟景点的导览图 至于厕所相关指引 也会通报负责维护管理的区公所 尽快设置指标 针对指标串联附近景点位置的部分 本局将研议加强改善 以提供充分资讯 方便游客使用 景点要串联 但公厕等基本公共设施 也要更加完善到位 才能让游客感到贴心 这里是长城杰台中报道